那么这些方法都跟判断有关系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 来Ctrl-C复制一下 创建一个类Ctrl-N 然后我们来一个叫做Dymos 叫做Stream Method Method Finish Ctrl-V 扇过来 好 把这个新删掉 首先来看第一个 Eco的方法 我们已经不莫称了 它是比较突破的内容是否相同 然后区分大小写 那好了 那咱们现在写一下吧 Stream S1就等于了 黑 再来一个 Stream S2 S2等于的是黑码 再来一个 Stream S3 等于的是黑码 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有这么三个字幕串 然后呢 我想通过Eco的方法去做比较 来看 SYSO 因为它返回是一个布尔类型的 所以我直接在空台去打印就可以了 它返回是布尔类型 那布尔类型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处一个是False 好 S1点这个Ecos S2 然后再来SYSO S2点这个Ecos 然后呢 S3 那么来 大家来看这个结果是什么 来看一看 它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它是黑码 它也是黑码 所以它的结果 是不是应该是处啊 相同字符序列 它俩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S2 Ecos S3呢 那它俩是处还是False呢 好 来 现在咱们运行一下 运行 那么它什么 说False啊 你这里面是不是大写的呀 所以人家说了区分大小写 好 这个是处 这个就是False False 然后这里面有个Ecos Egonocase 这什么意思呢 比较读穿内容是否相同 但是它是忽略大小写的 那好 那咱们再来看啊 SYSO 分割一下 看那Sysmo 看那S1.Ecos Egonocase S2 然后再来看 SYSO S1.Ecos Egonocase S3 来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 来来看怎么着 这不两个都是处啊 它是不区分大小写啊 这个是 这个叫做不区分大小写 好 那么Ecos Egonocase 是不区分大小写 那么它 它是怎么样 区分大小写吧 很简单 让我们再往下看 Intense方法 Intense 很显然是什么意思啊 翻译过来是否包含的意思啊 所以呢 判断是否包含传入的这个 四五串 好 那这个呢 咱先抽取一个方法 不跟这个掺和了啊 来 代某 out shift 加m 抽取方法 然后来一个 S3 S1 等于的是 叫做我 我 中文也行 爱 黑马 哈哈 哈哈 好 这里写的是 我爱黑马 哈哈 然后呢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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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的是 黑马 然后来看 S1 是否包含S2 然后呢 S3 等于什么呢 白马 王子 好了 那现在我们有这三个字符犯 来看一下啊 SYSO S1 这个 contents contents S2 咱们再来 SYSO S1 这个 contents S3 好了 运行一下吧 运行 第一个是处 第二个是BOSS 包包含这黑马呀 包含 但是包包含它呢 不包含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这叫做 判断 判断是否包含 传入 传入的 字符串 判断是否包含传入的字符串 好 再来看啊 我们还有这个叫做 START位置 START位置是判断是否以某个字符串开头的 NS位置呢 是判断以某个字符串结尾的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啊 SYSO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再加两个字符串 S 等于的是 我爱 看来 SYSO S5 等于到这 哈哈 好 我们来判断一下 S1是否以S4开头的 SYSO 来一个S1点 START位置 S4 然后再来SYSO S1点这个 START位置 S5 这能看懂吗 你说S1是否以S4开头的 是否以5I开头的 那么S1是否以哈哈开头的 好 我们来打印一下 逆行 来看 第一是处 第二是POSE 都明明啥意思吧 那再来个N4位置 再来个N4位置 再来个N4位置 来看着啊 SYSO 让他来一个S1点这个N4位置 是否以S4结尾的 SYSO S1点N4位置 是否以S5结尾的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 第一个是FOSE 那么它是以5I结尾的吗 不是对不对 第二个是处 是以哈哈结尾的吧 第二个是处 好 那么再往下看啊 我们还有一个 叫做Is I'm pretty 判断是否为空 好 那我把这块抽取出来 这下注是在抽取啊 也叫做 判断是否以 传入的字符串 以 传入的字符串 开头 然后呢 判断 是否是否以传入的字符串 结尾 好 把这块代码抽出来 选中它 out shape加m 然后来一个demo2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来一个是emputting 我们来一个s1就等于了黑码 然后呢再来一个s2 好了s1s2两个字符串我们来看啊 saçõeso s1点这个 自mُputting s1o 来个s2点这个 自m 好来运行一下 第一个是false 第二个是处 然后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他是不是空 S3 等什么呢 等于now 好他是不是空呢 我们再来看 SYSO来一个S3 第二 A字M protein 好了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运行来你看到什么了 non-pointer-exception non-pointer-exception 那为什么爆出non-pointer-exception 我们当时在学它的时候怎么说的 在什么时候咱们接触过 这个non-pointer-exception 是不是在学数组的时候 当你把数组引用复制为non的时候 然后呢你再去访问数组中的元素 就会出现non-pointer-exception 那么S3 现在有没有记录任何的字符刷对象 没有吧 它就是non对不对 然后呢你还用non去调用 S3里面的 调用string里面的方法 A字M protein 那就出现什么 non-pointer-exception 控制异常 好那现在咱们总结一下 这个空串跟non的区别是什么 空串和non的区别 那么这个空串呢 是四伏串常量 它是不是四伏串常量 当时咱们学了六种常量 其中包括什么 有四伏串常量 有四伏常量 有整数常量 有小数常量 还有这个布尔常量 还有一个non常量 一共六个对不对 好那首先 这个空串呢 它是一个四伏串常量 同时也是一个什么 同时也是一个 string类的对象 string类的对象 既然是对象 既然是对象 当然可以调用 string类中的方法 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当然可以调用的方法了 AzM Party 是不是可以调用这些 好那么non呢 non是空常量 空常量 不能调用任何的方法 否则会出现空指申异常 但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它弄混淆了 而这个non常量呢 可以给任意的引用数据类型 复制 那常量 可以给任意的引用数据类型 复制 苏串不行 苏串只能给string类型的 对吧 好 那现在呢 这个指点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啊 我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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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响